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咱们就先去这里 然后再与特警的对接 特别在夜间出现降雨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时间呢 就是要无人机返航 然后呢寻找可以避雨的地方 就是咱们的目标可能会跟丢 那次头大象现在移动的位置怎么样了 如果跟丢了 就发动全都有力量 听到这个大象的声音 及时的反馈情况 任陪 任陪 来拍一下坐标 我找到了 就是要保定象群 要随时在乎无人机的这个时间 无人机它有个高通的一个视角 它是其他任意后的这些 它没有办法替代 这是8月8号 云南北夷亚洲象群无人机监测组拍摄到的实时画面 在苍茫的暮色中 十四头亚洲象 从老213国道圆江桥上走过 消失在圆江南岸的丛林间 这意味着 出走17个月 一度北移500多公里的象群 跨越了南归的最大障碍 重返适宜息息地 今年夏天 这群离开家乡一路北上的萌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成为了人们持续关注的话题 大象到哪了 它们吃什么 睡在哪里 走过哪些村庄 翻过几道山梁 给人类带来了哪些欢乐 又制造了什么麻烦 惬意旅行的大象也许不知道 一支特殊的队伍 在夜以继日地追踪和保护他们 从大象到达玉西俄山的第一天开始 封面记者也加入了追象人的行列 拍摄记录下 它们与象群之间不寻常的日常 它们似乎是被困住了 在离开故土 西双版纳蒙扬子保护区 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 这十五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断鼻家族 渐渐顺从于自己的本能 咒服夜行 白日在山林中小气 夜里在人类社会 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夜生活 你啊 你 命 不是 这 我们 我 老是 我们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5月28号一早 记者来到了前一晚向群逗留的玉溪鹅山县城 15个小时之前 他们跨过玉园高速 不仅吃了些玉米 还逛了售卖汽车的店铺 这条道路风堵至午夜 天亮后 这里的人们还记忆犹新 当时大象是从这个位置下来的 下来了 然后他到我们这里喝了一点水 把我们的水也喝干了 喝干了 然后从这个围墙这里过去的 过去从他边的 又绕到我们里面的那个场地上 去看车去了 从小到大都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大象的王洪伟 顾不得店里的汽车 远离了这群庞然大物 第二天 看到监控 才复盘了当时的场面 在三分四十几秒就遮住 直接喝醉了 这么一千不遮住 大象从那个我们公司对面那些山上走下来 横穿了公路 然后从这边隔壁这个有一条巷子 走到了我们后面的这些高速路的这个隔离带嘛 然后从这个隔离带的话破了我们的这些防腐栏 然后从我们防腐栏这里走到了我们公司里边 因为这里我们刚好有一桶水在这里嘛 然后他们可能也是口渴吧 来这里喝了一点水 然后就从我们的厕所这边 然后就绕到了我们的那个展厅里面 从王洪伟店里的监控可以看到 三头体型较大的野象带着三头小象 在王洪伟的店铺后院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 监控上显示 21点23分 从象牙可以判断这是一头公象 一下 哦大象溜下那照明 老年年老年年 难的难吗 你们这个不标准 至今30公分啊 没没 30公分这不值吗 从这里就开始下了是吧 这个更大 四十五 这个大小腿 不得了 差给旧门 现实就成八八了 我这里还一个 差不多 这个可能是小小的 二十多公分 这个可能是小小的 从那个高速公路上 一吹得下来 吊得在中心 倒得在两边 我看到 那个栏杆还有围栏 他们轻轻地拿鼻子 一拨就倒了 还有吃旁边的那些草 分散到了 这边吃一些 那边吃一些 我看到像这刘翅之吧 我说它很辛苦了 从景洪界载套子里 它们都很辛苦 我们都是自饮自饮地收了 这个你们很 这个大小很辛苦的 走了那么远 这个象群原本有十六头象 去年三月 它们离开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去年七月 普尔首次监测到它们的踪迹 2020年12月 象群在墨江县生下了一头小象 今年四月十六号 它们进入玉溪市原江县 四月二十六号 两头公象返回普尔 五月十六号起 十五头亚洲象从原江出发 一路北上 北一象群实际上它原来都是属于 在普尔和版纳的时候都是正常的移动状态 我们也是一些常规的监测和一些常规监测工作 它真正的开始 向北市进入到原江县境内 是今年的四月十六号 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可能这群象确实有点跑得有点远了 我们就紧急地跟云南省林草局一起 我们组建了一个工作组 所以当时省林草局紧急就抽雕了我们专家组 包括普尔的护令员 包括版纳的监测团队等等 就是举全省的力量 从原江开始就开始在对这群大县进行监测预警防范 这是五月二十号 野生亚洲巷北上 途经石平县大桥乡慢散村时 在农户刘大姐家取食玉米后的场景 一亩三的玉米田全部被大象取食完毕 说起当时的经历 刘大姐激动不已 被称为断鼻家族的北千象群 在慢散乱停留的两天都是在刘大姐家田地里取食 虽然刘大姐心疼自己辛苦种植的玉米 但是能被这群远道而来的大象选中 她也很高兴 和刘大姐家的情况不同 村民和刘大姐家种的火龙果地也被大象光顾了 都不吃了 都说被人家在这门的难断 难断 把那些循环药都不吃了 可能说要怕地塌窄 想起来要怕该该 想起来都不好够了 不光整开的就想过一年 一年一转三 和多香也都 一转三就把那些火龙果转转难断了 还有那些火龙果也想起 哎呀 想买的时候 哎呀 选啊选啊 多香还是 青年能哪里逛到人都呢 大象来了两天 村民们就躲了两天 为了给大象一个无人打扰的环境 曼散村所有的村民都积极配合 闭门不出 当断鼻家族在鹅山逗留了四天后 继续北上进入了玉西一门境内的十街乡附近 林地活动 这次我们跟上了他们的步伐 象群会走到哪里 他们还会继续一路向北吗 这一切的答案 只有每时每刻都跟随着象群的追象人 才可以帮我们解答 六月二十一号下午四点左右 当我们到达一门县十街乡金田村 小蜜蜡组监测点的时候 象群正逼近村庄 在这里 我们见到了从大象进入玉西境内 便持续对象群进行追踪的 无人机监测组 主要不知名它会对象群的整个移动 它会有一个综合的研判 我们玩了之后 我们会看一下 这个地形海拔 整个走势 然后选择的话 我们要选一个无人机起降场地 比较适合的 然后它的空域条件比较好 就是没有一些大的遮挡物 尽量靠近可以补充电源的地方 李仁培今天担任的是副控飞手 四人每天轮换岗位职责 来完成每天的监测任务 但是他们换不了班 也没有休息日 他今天的工作 是收集监测到的数据内容 回传给指挥部 咒服夜初 是大象的习性 但是今天的象群 提前开始了活动 太阳还未落山 他们便愁愁前行 逐渐靠近小米辣村庄 罗家群 是今天的指挥员飞手 追踪大象的这些日子里 他早已经习惯了 沉着应对 我们在庄里 我们在庄里 我们在庄里干嘛追不追他 我们绕半日下课 那时候刚好地冲下来要去 一会儿 我两个兜了两回了吧 这种情况 说要下了吗 6月5号开始 我们就已经到相关的一些 他可能会途径的一些村庄 去进行一个戒备的 和一个原地的一个大命 主要的话还是就是 根据指挥部这边的安排和警告 然后就是如果向群 接近我们负责的村子了 那我们就是要 疏散我们的这个群众 曾徽作为本地人 十分了解这里的地形地貌 在现场 许多村民十分期盼 能够在高处观望到大象 他们一直在田耿边蹲守着 如果大象从山林里通过耕地进入村里 曾徽必须第一时间通知到村民 为了监测象群 村里安装了大象识别系统 只要大象出现在监测范围内 就会发出预警 项群靠近南山村 工作人员再次挨家挨户上门 告知村民要避让大象 即便已经通知村民在家避让大象 但还有村民在田里干活 没有返回家中 市盖这个方向 好好好 实了 实了 收散过好多次了 那怎么还在田里 因为这两天下雨比较大 然后它那个水把它的田梗冲散了 所以它必须去抢修一下 如果不抢修的话 再下雨的话 它可能就整个梗子都倒掉了 那么远是吗 对 还那么远 怎么去 小边田里边那个 老乡 赶紧回来了 回来了 岛山已经拉到山边了 赶紧回家了 可是了 听不见 听见了 听见了 对对对 因为它下面我们车这些 没办法去走路的话更慢 只能是我们这样喊一下 它还是撤回来的比较快 但是我们这个号令发生以后 你们赶紧回来车 你们要醒死 你赶紧回来了 我在田里面 田跟上 除了保证人员 撤离到安全地方之外 还要保证 大象的安全 就是它会碰到那个电杆 因为它不知道电杆有危险了 它碰到的话 有可能电杆上的电线就掉下来 那么就会造成大象的伤亡 这个我们电力部门要做的就是 在它靠近电杆 确保在150米范围之外 我们就要把线路停掉 避险情况 6月中旬开始 象群几乎都是在 一门 俄山两地来回移动 两地山栏别障 罗嘉全说 近期无人机实时监测 有着很大的挑战 对于他们来说 转场是不可避免的 一天转四五次场 也是常有的事 狗不住了 飞机已经狗不住了 20809 相当意识 我们已经平了山机 我们的飞机 我们的飞机 就平了山顶了 我找这十个了吗 翻这个山 一样问题都没有 翻得上去 那你翻 但是你 飞的地门 你先坐到山上 不是 还有个问题 还有个问题 一翻到山顶 人陪在地门已经被得了 因为直接看不见 那就装差了 无人机最高能飞到500米 当附近山谷 高于这一最大飞行高度时 就无法操控无人机 对大象进行有效监测 此时 只有马上转移到一个新的监测点 才能够继续跟上项群 你先打个电 零下二十六句 你看我还有这个 毛黄青石的 毛黄碳 毛黄碳 为什么要说的这个碳子 这个碳子 那边的砂碳 知道了吗 监测的间隙 无人机组四个人 轮换着吃了午饭 这时候已经快下午三点 此时 项群突然出现在距离 山仙农场不足500米的山林里 但由于手机失去信号 外部工作人员 无法联系上媒体和无人机组 现场出现了非常棘手的一幕 因为大象距离监测点已经非常近了 专家预测 他们可能会吓到山仙农场 补充水分盐分 这里地形复杂 加之媒体蜂拥而至 大象对气味敏感 会因为闻到人味而远离这里 偏离正常的行经理线 所有媒体人员被要求马上撤离 不是说是有什么不让你们拍 而是因为为了大家的安全和象的安全 因为人多了象也会怕 但是象对人来说伤害起来 那也是非常严重的后果 他们对那个味道很敏感 他会知道这么多人 第一次他怕了之后 他有可能就会防御反应 防御反应那就有可能会攻击 所以说这个首先是为了保证 人和象的安全 尽管拍摄中断 但无人机组还是在接班后 给我们分享的白天 实时监测到的群像画面 对他从这儿上下 我知道 专家对大象的粪便进行了收集 方便对大象的身体状况进行了解 你看那个粪便很正常的 像我们来看 它平时 平时我们有新产线 对吧 它这个粪便跟平时的没有什么区别 就很正常的 你看它也不存在拉西的问题 它有一点臭味 一般大象的粪很不臭的 你说是这个有一点臭是吧 对就是因为那个玉米吃了 吃了有玉米 断鼻家族意外北上以来 众多野生动物 信息通信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参与到了安全防范和野象筑签的工作当中 如何对野象群进行科学引导 保障每天的人像平安 成了所有日常任务的重中之重 我们目前分析它的 从肉眼分析的是正常的 包括你看有小象的打闹啊 大象的那种细水啊 说明它是很健康很正常的 头时主要的还是当地政府 他们像接力棒一样 每到一个地方之后 乡政府啊县政府积极地主动地负责任 但是省指挥部作为一个指导组 就是给建议具体的实施 还是由地方政府在实施 在原来那些地方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考虑芭蕉啊 这种纤维性的 它特别喜欢吃 但是现在到玉西到昆明了 可能就地取材 主要就是玉米了 玉米啊香蕉啊这些 现在主要采用的是玉米 对我们部门的角度 还是积极做好这个技术支持 但是具体的指挥肯定是由 指挥部来现场指导 目前的状态肯定是希望 人像平安的情况下 把它们能够引导 护送回去 我们现在据前方的消息呢 大象应该就在 2021年6月16号下午 本该在山上休息的象群 突然下山 距离一门县十街乡 建大村只有几百米 十 十 十二 十三 十三太 哎 有两头他们撤离了 工作人员立刻对村民进行了疏散 建大村每家每户 大门紧锁 村民们纷纷爬上自家楼顶 远远地观望着大象 有些好奇 也有些紧张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直线距离 一百米的地方 象群正在觅食 因为根据昨天晚上的分析 那么象群昨天晚上 其实它并没有吃太多的东西 它有可能没有吃饱 所以呢 它今天提前下山了 负责现场指挥的 是玉西北夷亚洲巷安全防范 和应急工作前线指挥部 常务副指挥长杨应勇 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象群 它刚好就是从我们所规划的路线 自定的一个偏丝的一个方向走 好在 饱餐一顿的象群 并没有继续朝着村子的方向走来 而是转头进入了远处的山林中 四川版呢 如果没有这种芭蕉 没有专家的时候 它主要吃什么 那它的话就是 因为那边叫它鱼嘛 那个它的植被比较丰富 水果啊 树叶啊 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一些 一些其他的灌木 哦 灌木也吃 有的也吃 但是这种草吃反过来 草吃的少 吃的少 实在没有吃的情况下它吃 如果冬至干草吃吗 动物园那个饲养大象有味 嗯 6月24号媒体开放日 按照安排 记者来到玉溪鹅山扶梁棚 查看象群动态 此时 大象距离现场仅一公里 隔着一条公路的距离 亚洲相的有一个作词的一个规律 它白天呢 它一般呢就是 在找到一片合适的山林 进行一些修设 它一般上它是一间活动 包括一间觅食 包括一间向前推进 所以它活动时间 与我们人员刚好相反 那么我们在一间呢 就要调动大量的人力 物力来规划 采取一些措施 进行一些维度 让它按照我们自定的路线进行使 有了这些数据支持 科研人员希望在以后 处理人像冲突 乃至人寿冲突的过程中 能寻找到新的思路 尽管迁移是野象正常的生活习性 但如此大时空的迁移 却并不常见 随着象群不断北上 公众的担心也在增加 大象能适应不同的环境吗 如何防止人像冲突 遇到极端情况 该怎么办呢 这场亚洲象的长距离迁移 注定是对我们野生动物保护理念 管理水平的一次全方位考验 在下周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亚洲象南返背后的故事 感谢您收看本周封面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